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一经是大学 大学在一经 各位十方善心大德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这个节目 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主任 严新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一经新法妙难闻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情习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相 这是一经大学每次上课之前要念的开经记 开经记就是世界和平灯塔的全部经义和内涵 一经大学将圣人所传的圣法 妙法 在各地分次道场传授给十方大众 传递到每个人的内心 开发我们潜藏内在的大智慧 照耀每个家庭平安 幸福和光明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易经大学的元离法师来分享 元离法师好 阿弥陀佛 严新主任好 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诗大者大家好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元离法师是两个道场 一个教室的住持 这两个道场分别是高雄湖内道场 岗山道场 还有一个竹旗教室 我们今天就要请元离法师来跟我们分享 这两个道场跟一个教室的成立姻缘 谢谢 很感恩师父 感恩老祖慈悲 然后有两个道场 湖内道场 岗山道场 竹旗教室来修行的机会 其实也是诸佛菩萨安定众生的一个处所 这个地方能够述给地方更加的和静平安 大家能够消灾结恶 天文永息 这个就是成立道场的因缘 湖内道场是民国97年的8月1号成立 那谨尊老子师尊的盛事 道场的精神就是 就是每一个人来这里道场的话要修行 来会我 会菩萨 会祖灵 大家认真的修行 帮助我们有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的亲人 就是 就是 这是老祖师尊所开示的 我们道场这个精神在这里 你要帮助所有的 你要解决自己的烦恼 你要沉胜沉血 你要解决你事业上的问题 就是从这边修 里面很多的万卵 就是我们的违心到脏 你为什么不顺 你的事业不顺 你的身体不健康 你为家庭不顺 你的婚姻不顺利 你要去从那边去找 才能找到这个根源 否则的话你只有求 只有求的话 就不会找到呆 不会永久 这是佛内道场成立的一年 就是林果97年 我们的8月1号 那么 苏在写这个季文的时候 印象很深刻 他就用我的法号写一句话 原点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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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性犹如九重天 理性传道千舌万舌一心心 刚才输在三四点的时候 那天气很好 在那个天空 我会打雷 原点荧光 犹如理性 九重天 所以老鼠也吃这个词 被他大智慧 输了大智慧 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不要有词心 那么刚三到场 也是105年 102年的成立的 在农历的12月24号成立 当时就是我们一些 布施的工德组 就是我们萧董事长 跟我们萧师姐 萧王师姐 他的慈悲 他原来的工厂 也是做进了小机械加工 还没润 然后请叔父 请我们的研究校长 当时去看 然后帮他调整了以后 调整办公室的座向 然后整个公司 营姻就起来了 他就花心去布施 一块土地 来做一个建设 他最主要123楼 是要做一个 他们办公室住家 456楼让我们做 我们的道场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 他们服务的慈悲 这是老鼠所 书所开示的 众生 你不要一直消息 众生他们会感恩 只要他有得到 他会感恩 所以我们一起做这个法 一起布施 遇布施 众生受到法医的时候 众生受到法医的时候 他会感恩 所以说102年 所以20号成立的 我们钢山道场 那么钢山道场 书所开示的心怀如下 王残心怀古至金用御人天 老子之尊慈悲 普渡群饮又太平 老鼠 现在目前书所看到的 改公堂改风水 还有一些不好的 就是天人的智慧 古说圣形的智慧拿出来用 才能解决众生的问题 因为众生目前 21世纪当然世界科技非常发达 非常不错 但是一些原来的宇宙大真理 忘记了 然后你会经营到一段时间 就会为什么卡卡 你不了解这个轨迹 所以说王残心怀古至金用御人天 圣教真言 未免祈福定太平 王残老祖的慈悲 在这里告诉我们清楚 王残的大智慧 那么在这里 在道场的左右两边 我一直在 每次为大众问字 其实我就看了一遍 言恩立尊 法轮永长转 春夏秋冬四季本昏明 苦其灭道自强必成佛 生老病死苦恶病不离生 所以到场上 很多信众的问题 就是问这个生老病死苦 那为什么事业原来很好 为什么又不好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就是有一次 我们信众 也是最近两个礼拜前 他的孩子是85年次生的 他属老鼠的 现在28岁 他说老叔 我先叫我的孩子 关在主城看守所 我说为什么要 关在主城看守所 他说 他因为换到一些诈欺 一些 他要当律师 然后接到一些案件 结果处理不好 又是那个时空不能接 然后把他接了 在去年 然后接到的话 就换到官司 就现在目前 要关在主城看守所 那时候问我说 已经42天了 了解他的轨迹 就是地豐盛地挂 那个就是因为屈原 冲动他的官轨窑 我们意境如果了解的话 官轨窑动你就不要去碰嘛 你就立即向着 今年来接就好了嘛 而且他认为说 那个没有问题 因为他的文昌很旺 上个文昌很旺 结果一接下去 就跑到土城看守所去了 他妈妈是很辛苦的栽培 所以说 所以以前老师一来讲说 我们无论任何的 王后将向 王后走出 或者你读多高的学问 你一定要对 疫情风水要了解 不然你会 兵败如山倒 是啊 这么可惜 这么优秀 当道律师 对 当道律师 28岁 所以说这就行 我就感慨说 你如果能够 拨一点时间 一个礼拜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三个小时 你才了解一下 了解这真的是 真正的趋吉避凶 真正的智慧在这里 不是你赚钱不对 是你不了解你的轨迹 就好像我们 很早知道说 农民令今年 程序对冲 毛友对冲 就是这个道理 你不要去碰 不了解的话 今年就不要动 明年再动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才是天人的智慧 我是说万一所欲祖 没一个防范 那么就是很可惜 是 我们的闲事同修 大家几乎都有一个感想 就是觉得 我一个礼拜 花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上课 其实我这个礼拜 就会过得很充实 对 然后一个月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我的事业越来越顺利 对 这种投资太值得了 对 要长期的经营 是 因为我们的事情 虽然我们的问题 是有一两项 但是还会再延伸 我们的过程还会再延伸 那么我们就只要 多一多多努力 多做去学习 是不是每一堂 正级班都有 那个规律在上课 那么初级班 就是将你的新鲜 安定下来 然后你在学习当中 或者有天你遇到 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 你就过去了 你就不会就失败 你就不会有这个缘分 只是想说要去赚钱 要享受你的人生 的话就很可惜 后来你就没有得到你的国 然后就会失败 这是老子书所开示的 每一个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24小时 只要一个礼拜 七天接三个小时 一个月只有四天而已 真的是非常值得 不要嫌麻烦 你嫌麻烦 以后发生问题 你就麻烦不得了 是啊 就更麻烦了 这不是怎么解决 这个就是我看待感慨 所以鼓励我们电视机 前面的三四次大德 今天微星剩下 传这么多的好的妙 我们的法师讲实 都非常优秀 有空就去附近去设施 有空的 我绝对值得票价 你不要发生灾难 你就有就值得了 就像那个案例 主导一个考到律师 灵性轻轻的 跑到土城看说 说真的是很可惜 当然还有一些风水问题 比方说他妈妈有告诉我 他前面就是一个电梯 公寓大楼的门口 那个有些汽车出路过 那个就有煞气 那个煞气的话 我们要怎么帮他解决 似乎都有传 我就要帮他沾挂 我们要放彩球好不好 可不可以改善 放那个安静子可不可以改善 或者在农边放水族箱 可不可以改善 我们就一一帮他沾挂 或者说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说 奇怪 阴言不同 但是这个方法是老子传的 为什么他不能用 因为不敢犯 所以你要多用意 事实上这个才是对这个 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人家才会对我们的信徒 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 所有的前日同修 传法的法师讲师们 一定反正要多用意 你才能了解 因为千变乱话 不是你用眼睛 你现在看的 一定要用意来占卜 才知道他急凶 所以我在益晶 我在益晶大学 我已经益晶大学院上课 我在教益经理折日学 有些师傅跟师傅早餐会报 师傅就问说 原理你在教什么 教什么课程 我说教什么课程 益经理折学 要占卜 就是这个问题 你闲着 你日子好了 还不一定完整 还要请老子师尊 就像我们祷告词 拜请八卦祖师 老子师尊 帮我们先验证一下 这个日子好不好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这才能够达到天人合一 才能够解决众生的需求 或者你没有办法解决 有时候没有办法解决 他们有一些三知之事大德 无了解和误会 我们有办法就这样子合一 因为那天神 个人的夫的因缘不同 所以还是要用意占卜 才能够解决大众的烦恼 是 师傅跟我们开示 用意是一个超越 这个超越 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眼光看法 个人的意志在看待这些事情 当我们用意的时候 我们拜请诸天佛菩萨圣神 来加持 来见证 来指示我们 这个就是一种超越的理念 所以一经大学 学修的 协式同修 都必须有这个正信 正确的信仰 正确的信念 来做学习 这个很重要 比方说我现在想到一个 我们一家鼓励于 我现在也是在修正 来调整 我们学院 我现在让他了解 也要能够留得住来学习 就像初几班的话 我已经按大手 开课的方式 第一个已经在供请 我们现在的 我们供请 我们的祖师也加持 供请老子师尊作祖 欲望大地天公加持 蓝天三十三天天王加持 开天九大菩萨加持 其七十二天师加持 五百尊者加持 还有那个洪水雷电 四大天王加持 列位祖师加持 以及我们的 祖天圣神活加持 来同政府的加持 我们的与会同修 让他心安下来 然后我们来上个 第二个阶段就是要 我们要攻占 王产老祖教祖天威 王产老祖他是天人教祖 他是慈悲敏事辅助穷生 他我们要记守顶礼 然后一定要播放安心法 去安大家的心 你把他心安下来 智慧开了以后 才慢慢加入 欲君风水宗教 他才慢慢吸收 慢慢吸收 所以我们在福电道场 虽然人口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同修 在来学习的精神是蛮有的 我是知道这个观念 你如果不安众生的心 只是教训 我教得很深 他没有办法吸收 因为那个是天人智慧 第一个首先要安护他的心 安大众的心 才能够将妙法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 一起加入 他的稳定下来 他的智慧才会跑出来 这是我在宏华教学过程中 最大的心得 所以我也是在 就是早上起来 我为什么要做功课 我都将我彰化出来的 结果是怎么样 去看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解决众生的困扰 或者是说 我现在上课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按照这个方式 说是什么要改善的地方 事实上要求自己的话 才能够进步 这是我去误导的 正经判同样到底 也是要步步为引 将事物所讲的妙法 一步一步的讲 大家才能够吸收 这是我们 写起义京风水妙法 真正的精神在这里 是 对 师父一直开示我们 维新圣教士安心法门 要先按我们自己的心 才能够把我们的灵性开启 接到这个天人学 天人的学问 那师父也开示我们 义京大学传授的 义京风水妙法 并不是术而已 不是术术 并不是江湖上 一般流传的术术 而是要我们改正自己 修正自己 自我修行 来进到更高的层次跟境界 所以愿立法师 给我们苦口薄心 跟我们分享 给我们提醒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老子师尊的维新法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只有那几句何语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昏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它是大宇宙的神理 大宇宙的真理 是解决众生的困扰的一个真理 在去年的一百一十二 突年的四月左右 国立四月 一位新众 我们的闲事同学 从凤山来 他的女儿在发生车祸 在美国压力伤浪之后 发生车祸 他在台积电上班 出去旅游发生车祸 应该是三月底左右 然后他四月中旬才去问 问说 他的女儿在美国压力伤浪之后 昏明不行 十字不能够醒来 挂山之后 我再挂山出来 我说 刚好就是因为他的第五遥 就是脑部的地方 有受伤疾穴 医生说要两三个月 才能够苏醒 我就想到这一句话 我说你的太太 现在在什么地方 发生车祸了以后 他的太太 就是飞到美国 雅利桑那州的医院去 我说你回去打电话 给你的太太 你现在每天都会 到医院的时候 练练三十六遍的 亡产老祖三继 练三十六遍 练完了以后 要求王产老祖师尊 做主 我的女儿 叫什么名字 在什么时候 发生车祸 现在在什么医院 这昏明不行 求老祖师尊 诸我菩萨 能够降真 你天女贵人帮忙 那么你在台湾 在你的家里 就多送鬼谷宣师 签证金 两者合一 然后佛丽 家子 你的女儿 叫什么名字 什么时候出生的 在美国雅利桑那州 哪个地点出车 或者现在在什么医院 求老祖师尊帮忙 他从4月 超4月15号左右一天 念到5月初 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她的女儿醒了 医生说不简单 怎么可能 三个月 但是不可说 不可说就是醒了 那个是天人的智慧 你要怎么用证明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都做足够的 做爱心的 到明年到去年的7月7号 她就回到台湾 因为她带了医生 还有带了她的公司 她的同仁 因为她在美国雅利桑那州 台积电 她有7月的问题 所以她的女生来说 是不是能够继续在工作 这个公司等等也要了解 切练是否能处续工作 结果挂站出来还可以 只是说你要去休养等等 才不会违背这个7月的问题 然后7月7号以后 就回到美国雅利桑那州 台积电器上班 这是非常感慨 这是老祖的天位 真的是不可说不可思议 要帮助她能够解决她的烦恼 就是说什么 不可说不可思议 你这个高兴拿不出来讲 就是能够解决她烦恼 这是不可说不可思议 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了解到说 她的女儿的轨迹 在大写毕业民国99年 100年的兔也是一样发生车祸 因为她是刚好在大写毕业了 出厦门被那个好像 那个货车一撞 也是住进医院 那从挂上才能了解到 她的轨迹 挂上就折踢翠 那个兔年生的就是第五遥 宏道那一年说 注意你看 你的去年在学校毕业的时候 去年在某年毕业的时候 发生这个车祸 今年112年又发生车祸 这个就是轨迹 然后还有一次 因为环环遇到妇免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那么你只有修行修行修行 才能够改变命 我就这个机会告诉她的爸爸 告诉她的女儿 你要多修行 第三次不晓得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只是告诉你说 我了解的部分是这样子 希望不要再发生 我们就多诵经 工作要认真的工作 做起要正常做起 炒个时间 送一下天德金修行 这次我是鼓励她 这么做 将老子的妙法传给她 是 所以我们一经可以知道 自己生命的轨迹 风水可以得到 住宅环境的平安跟如法 但最重要的还是修行 宗教的修行 就是我们原理法师说的 这个大奥妙 不可说不可说 也是我们师父开示 我们一直在对我们耳提 面命的这个不可说的真实意 谢谢 那真的是老子 我一直都那么多年 只有春着感恩 我们做人 或是怎么样 不要自恩 感恩 报恩 知道老子师尊 住到自己父母亲的恩 那么你才是一个孝道 威廉主事才能够忠道 如果你不知道父母的恩 不知道师父的恩 只是讲说一位的求 我要怎样怎样 得到多少 龙瓦富贵 那都是短暂的 唯有自恩 感恩 然后你才会回归给社会 报道社会 才是真正的一个闲人 这是书一起在耳提命命的 告诉我们要努力的 要修行 就是这个道理 是 法师跟我们提醒 师父开示我们 知恩 感恩 报恩 因为唯心圣教是大孝法门 唯有知恩 感恩 报恩 来行这个大孝法门之法 我们才能够是一个 消灾化解的法门 我们的灾结才能够被消除 进而我们会进到安心法门 安我们自己的心 提升我们的灵性 师父开示我们 修口 修心 养灵 养的是什么灵呢 是真灵 是这个亲近的灵 这是法师给我们的提醒 很感恩 说书开示的美就是青年 我实际上也是在想说 在这个宏法过程当中 我说体悟到一句话 不与众生结缘丑 不与生活结烦恼 众生很多的烦恼是来了 但是你 他各种表达方式不一样 但是你也是要忍耐 帮他好话去交给他 有时候他不能接受 有时候他可以接受 我们就要用心去跟他 共同去学习 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就好了 那么我们了解到疫情风水 宗教就不会与生活结烦恼 反正发生在我们眼前一切的 都跟我非常的有因缘的 离也离不开 是 是这样子 所以说不与生活结烦恼 不与众生结烟丑 我们谢谢原理法师 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开示分享 谢谢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族混元禅师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要修智慧 我们的知识是从读书开始吸收这些资料 转化成有用的资讯 再转化成知识 但是知识是会变的 而智慧是从内心反省忏悔 没有挂碍 没有颠倒梦想 从心中所悟出来的真理 义经就是把每个人内在心灵 无量节以前 现在和未来不变的真理 来开发出来 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大智慧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把握当下 加入义经大学 勤徐诸妙法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大家学义经身体健康 心安宁 我们谢谢原理法师 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营经主任 谢谢阿弥陀佛 我们也祝各位观众朋友 平安健康幸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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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